王國健議員 主席 公園會基本歡迎政府發表這份報告 還有我們看到司長這個廣告 也覺得基本屬於客觀全面的反應 但裏面也有一些希望司長澄清 在司長這個廣告的第十四段裏面說 如果社會再虛耗時間和精力 在一些法律、政治和實際操作上 困難已得到落實的建議上 如果政治田體只是堅持一己的立場而不願意妥協 恐怕我們將會白白錯失在2017年落實普川行政長官的機會 令市民大失所望 我基本同意報告裏面說 市民是熱切期望著能夠在今次可以一人一票 在自己選出香港的特首 司長這個廣告裏面所指的 虛耗時間和精力在一些法律、政治和實際操作上 難以得到落實的建議 這些建議是否指公民提名呢 因為現在社會上 是有很多人 仍是抱著 即是抱著這個公民提名不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政府怎麼去評價 我們面對的政改 將會面臨一個什麼的局面呢 市長 多謝王議員 正如我剛才的回答 在首階段的諮詢 我們是集中來處理 究竟當行政長官要啟動這個政改五部曲的第一步的時候 在是否需要修改這兩套選舉辦法方面 打好基礎 去找這些公眾的意見來 讓他可以就著他今天提交的報告 作出一個建議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亦都時常去提點好 善意提醒好 就是往後的實在具體的選舉的建議 都要符合三方面的要求 正正在這個廣告裏面說 法律上的要求 法律上的要求當然要符合 我重複講了很多次的 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 政治上的要求 其實大部分都和本會各位議員有關 因為最終任何一個方案 是否能夠被採納 都是要決定 他可不可以在這個議會裏面 拿到三分之二的支持 但當然亦都是包括 有沒有市民的支持 以及得不得到中央的批准 第三方面 就是在實際操作上 是否令到我們可以有一套公開 公正的選舉的工作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這裏的說法就是 如果提出的建議 根本在這三方面 都是不能夠符合得到 是會令到我們下一階段 只會浪費一些時間 距離我們可以做到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只會是愈來愈遠 多謝主席 主席 我想施長澄清一下 就是這個虛號時間 正力這些動作 是不是指一些所謂民間投票 以及一些人的操作去搞出來的一些 仍然是堅持著公民提名這件事呢 市長 我想這裏是指社會的各個界別 亦都當然包括政府 亦都包括本議會 亦都包括廣大的市民 因為這件事 這件這麼重大的政改的議題 是需要全社會 同心合力這樣來做的 所以當社會的各個界別 各個階層 是虛耗了一些時間 那當然就是令到我們 可能會錯失了機會 陳偉業議員 我再次警告你 你再在這裏出聲 我就沒有辦法 陳偉業議員 我認為你行為極之不檢 我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室 陳偉業議員 請你離開會議廳 你這樣不出來 這個是假私心 假暴救 假私心 假民主 公民是命 全國可救 公民是命 八十八人流標 公民是命 全國可救 九龍拳 打暴九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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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暴九龍拳 馬戲